夏天最好的活動當然是去旋P 很多女生想靚著去旋P 但又怕容妝 所以這條片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4年第一個旋P 到底我用了甚麼產品去化妝 順便做個一天測試給你們看 無論你喜歡黑還是白的膚色 去戶外活動都必須要塗防曬 Sofina防曬乳液有SPF50度的防曬 它的質地水狀易推 用完還不會黏黏黏 夏天化妝前用就很適合 粉底液方面我會選擇一種質地透薄 而且是不焗身的來用 這兩年夏天我都很喜歡用NAS Morchurizer 因為夏天我一定會把自己曬黑 所以我就買了一森一淺的顏色方面自己隨時調校 首先我會用化妝掃全面掃一層粉底 然後再用三個泡 將多餘的輕輕印走 令粉底液可以更加貼腹 塗完粉底之後就不做遮瑕 我會直接用粉餅定妝 NAS這盒粉餅有不錯的控油效果 用完之後妝沒有那麼容易用的 化好底妝 我就會拿MAKE UP FOR EVER的防水定妝液 印在眉及眼蓋的位置 它的防水效果不錯 由前年的全P開始 我就已經用它來化妝了 印完之後預備一點時間它們乾了 所以我就會跳一步去塗腌脂 去戶外活動最好用水狀 或者是高狀的腌脂 不過高狀腌脂比較難控制 所以這次也是用水狀的穩陣 在面上畫三滑 然後快速地用手指印開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印完腌脂又化了眼 眼影我隨便在櫃桶那裡 找了Zoomore這個淺紫色 不需要特別技巧的 用手指把它掃在眼蓋位置就可以了 到畫眼線了 今天就試試用Benedet 最新的眼線膠吧 它的顏色夠黑夠實 不過呢 就不太好畫 而且呢 比較難畫到幼細的線條 至於持久度 哼哼 看到片味你就知道了 然後到眉毛的部分 我就會繼續用我自己最愛的Mabel了 首先呢 我會用眉筆 在眉底部勾畫出想要的眉型 然後再用眉粉填色 我長期都要說了 由眉頭到眉尾的顏色 應該是由淺到深的 不要填錯呀 最後又到唇妝了 下水環呢 我就不建議塗唇膏或者唇彩的 如果要用呢 都可以用唇膏水最穩陣 Active House Colour Pot 已經給我讚過很多次了 它出色 持久 用完還沒有乾紋 一個字 好用呀 當日去船P 我早上7點就起床化妝了 上船之後呢 我不是上甲板那裏 狂曬太陽 就是跳下水環 過程之中呢 角頭有濕過水 隻手有觸過眼 把口又不停吃東西 但是就完全沒有補過妝的 到下午大約5點 洗完頭衝起來 就讓你們檢查一下妝先 胭脂呢 已經剩下一半了 粉底皺還保持到七成的 眼影呢 你們可以見到已經起了摺子了 至於眼線是雖然有脫 不過在觸過眼的情況下呢 我覺得已經算保持得很漂亮的了 至於眉毛呢 就是保持得最完美的一部分 完全沒有事咯 而嘴 不用我說你也看得出來 脫得非常慘烈 今次的分享又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下次再見啦 拜拜